看看我的房车 这厚厚的冰 还接着呢 上面已经铺满了冰 好冷啊 昨夜驻车东达3 早上起来一看车内 全部结冰了 直到中午还是零下气吻 车窗玻璃上也是一层厚厚的薄冰 前玻璃全部被冰挡住了 什么 昨天晚上睡觉冷不冷啊 我也头疼 我现在还头疼 你还有一些啥症状 后脑痛 反胃 很难受 我没有 没有反胃 我就头疼 然后感觉没胃口 小洋人 应该不存在吧 今天不想动 头晕晕 赶紧 下山去找个地方休息了 在这上山要冻死了 东达山下山途中 遇到了老乡 南车界用工具 梅花改刀是吧 对对对 由于不护维修 围观了一下 后来也就把工具送他们 继续出发了 感谢你 进入左宫没多久 小罗边一直在后面呼唤 说我车冒烟了 还伴随着恶臭 烟子是排斥馆出来的烟子 味道很大 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 这是反正尿素灯亮了 但是之前没有发现 有那么大的烟露 那么臭 拍到左宫先去休息吧 今天状态是真的不佳 感觉开车都想打瞌睡 就我怕 你想开是吧 你让我开吗 我不敢 我也怕 相比起来 还是我开可能 更放心一点 你看我更怕 刚才本来是说到左宫就休息 然后结果 出来下东达山 没有多久到左宫过后就感觉头部疼了 原来我还有小罗都是高反了 我不信 应该是高反了 就那种症状 就到后期头稍微有点昏昏沉沉的那种 但不是很严重 总的来说应该是高反了 我们一口气了跑到了邦达 好了等以后准备去七十二道拐那边住 我这样高反了 我都没想到的事情 我真没想到 走吧 到七十二道拐 基本上天黑 加了点水 OK 现在呢 开始翻叶拉山 翻上去 走一点点 就到七十二道拐 看一下 这边呢是叶拉山 海拔4658 现在都没有人了 以前这上面满是金发 挂满了的 现在也没了 好冷清的感觉 今天晚上呢就在这里住车了 明天开始下七十二道拐 现在的生活呢 有点让人羡慕祭祖 两个大男孩在吃饭 我喝水 晚饭出来了 新护联小伙子了 开吃